家里的孩子都还好吧 都还孝顺能干吧 的确能干 这不把二位也请过来了吗 孝顺嘛 倒也孝顺 怕我年纪大了出意外 这不还派了重兵把守 是不是我 二位城主 还是聊聊两位邵城主的婚事吧 这个可以聊 等这次忙完了 芊芊跟我们回玄湖 再给他们办次婚礼 新的府邸我都想好在那儿了 不对 韩叔已经入坠我们花园 那将来得住在我们花园城 怎么能是入坠呢 之前已经说好了 韩叔入坠我们花园 以换取巫石矿的开采权 以修两成之好 后来也没有给我们矿嘛 自然不能算是入坠 以后生了孩子也要姓韩 不行 还是姓陈 不行 我们家可是有城主之位 要继承的 巧了 我家也有 那这样 男孩姓韩 女孩姓陈 城主 这倒是个好办法 那你们得承诺 疼爱孙女 要像疼爱孙子一样 只要你能像疼爱孙女一样 疼爱我孙子 这好办 都姓陈 我一样疼爱 这话说的 都随我姓 我也都疼 都是一家人就别吵了 咱们扔骰子决定吧